王先生王建達問問他的這個 玉女番茄怎麼了 他說這邊有 另外這邊沒有 這才比較出現呢 知道沒有 人家說是韓海要怎麼補救 看起來應該是韓海沒有錯 雖然沒有很明顯 但是沒有看到 因為在韓海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看到這個蝦仔館長 這個一大一大 改成去軍水殺到 但是不一定在旁邊 有時候只有旁邊沒有 一般我們如果是疫病 通常都會為旁邊比較容易丟到 所以這會比較明顯 所以這通常是一個 這個韓海這個問題 這在這個溫室裡面還有韓海 這代表有兩種的一個 這個情形第一 你這個補膜蓋不下來 第二你頭髮想過頭髮 不過看這個髒髒 感覺上又不會覺得是太乾燥 所以這應該沒有說很嚴重 這個蝦仔 如果是正經受傷嚴重 加一些的性格 應該是沒有什麼要緊 不過呢 有韓海的一個現象 就是我們要注意 這個甲離子的這個補充 因為這部分的這個流失的比較比較大 這是第一個我們去做的這個工作 第二就是說 用一些這個 細胞修復的這個東西 一般我們是用這個玉米素 這玉米脆出的這個東西 來做處理 一般起來這樣都有一定的一個效果 就是說你如果是 反流要來之前有份 當然反流來的時候比較沒有那麼嚴重 只是說 今天比較會滑 要滑 我們就要用另外一種類似 像有這種 這個 有一種這個細胞分類素 進入它的這個東西 但是它又不是細胞分類素 這 有的人就是說 它的改變細胞的一個活性 所以通常有這種的這個 這是後一個工作要做 就是說 你如果是 現在看到了的時候 我們玉米素也有噴了嘛 對不對 蒸也噴 噴也噴了 你在摸這陣子 還會滑 地頭比較會滑 那就是里程的這個產生 里程的這個產生 最主要是 我們有稍微去想到 所以它會提早產生里程 所以會比較容易滑地頭 這對我們來說 它這個部分 因為 肝它的加速 它的加速 它的這種里程的這個三星 因為它要顧 它要顧它的這個部體 所以有時候 在這方面來說 如果是滑地頭 的通常就是 滑不滑的 這種的滑地頭 它的里程會很會有三星 你如果裡面有稍的通常 它會單到種子成熟的時 它種子一旦 一旦這個經濟成熟的時 它那個里程的產生 會更快 比沒有稍的更快 所以這個好兵 你一定要了解 就是說 它一個做物的 一個主人的 這種生理現象 就是說 它遇到這種高的時 它會產生里程 所謂里程 就是地頭很會滑 它自己滑掉 滑掉的都是什麼 都沒有稍的 比較沒有稍的 它就很奇怪 它就 那也是一種主人的現象 它就會滑掉 它就先滑掉 現在來到 這些 有的 也有很多稍 但是它也會滑掉 那就是它的成熟度有夠 它很快就會滑掉 所以 有兩種的這個情感 但是你如果說 你生石頭還不夠 它這個 有稍 它通常不會滑 它通常比較不會滑 但是我們就是要 補充一下 就是說 它這個里程 里程 遇到三星 里程要遇到三星 要用一種的一個叫做 類似這個 細胞活化的一種這個東西 類似細胞分類素 但是它不是刺激細胞分類 它是改變這個細胞的一個 這個通透性 這個 以前我們有在用這種的 類似的東西 在補充裡面 類似但是不一樣 補充裡面是用洗果精 也有一種 有一個 這個東西 我們在補充裡面 都會去用它 就是說 它如果是遇到一個 這個 不說叫潤滴 這個底頭沾了會比較潤 這通常是用這種的一個 補充 這種叫做 洗果精 這就是它的一個 這個東西 這個 雖然你沒有定期 很多人在用 而且這改良廠 也都會推薦你去用 類似這種的這個東西 這種的成分 這個還不錯 這是一種的一個 這個細胞分類素 在 這種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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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它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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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噴兩邊,然後噴尾 到兩到三次以後,他通常這個地頭就比較不會落 有這部分的需求,還是說你用這個東西不清楚不了解 你跟我們電台來聯絡 大致上是這樣的做法 你稍微知道一下,大概我們可以稍微這樣處理 你不想像純粹鑿子 我不是禮物 你不想像純粹鑿子感覺是不夠嗎 你不想像純粹鑿子嗎 我現在只是大致上很像大致 我就是想到你放鬆子